詹明賢來問問老師 這個蘇利菌是否有 包括濃烈菌是否有肥料 我們可以說 這種蘇利菌 其實雖然叫蘇利菌 但是這個 它是這種VT 這個蘇利菌 所生產的一個 一個在特殊的環境底下 所以你自己去培養蘇利菌 就會產生這種毒蛋白 不好意思 不見得會 你要稍微知道 所以蘇利菌是一種昆蟲的病原菌 那麼它的三型有殺蟲效果的 一種結晶毒蛋白 它是一種特殊的狀況之下 所以很多你自己去培養 不太容易生成 也是會 不會說沒有 但是這個 很難來解 這個效果不是特別的 有的很奇怪 自己培養的哪吞 沒什麼好 這本來就是 如果那麼簡單就好了 那麼這個東西 就是說 它是一種毒蛋白 那麼 那麼在進入在昆蟲的腸道裡面 因為腸道它是鹼性的 那麼它和它的腸臂的細胞膜去結合 也破壞它的蛋白質 那麼造成它的這個腸細胞 那麼會穿孔 破裂 這種 滴輸到昆蟲 它就不會吃 那麼在這種的 這個營業界 這種毒蛋白比較特別 就是說在這個 高鹼性的這個環境之下 那麼含著這個 蛋白美作用來 給它這個活化 還有一個特殊的 這個結合的這個機制 那麼所以這種東西 雖然是這個 聽起來毒蛋白 容易恐怖 但是我們人的這個腸道 它是酸性的 所以這個東西 是在我們的腸道裡面 就沒有效 所以這個 這個疏離菌 其實它的毒蛋白 這個很安全 所以因為它畢竟也是一種 這個有毒的這些毒蛋白 所以當初 這個東西是歸類在農藥裡面 但是這個有機農業可以用 因為它是非常安全 所以在所有的 這個維生物製劑裡面 蘇利菌可以說 是這種生物防治法裡面 非常成功的一個例子 當然這麼多年來 要比它更成功的 真的不多 有的人說這個熔林菌 有的人說殉狀藥寶感菌 其實都說真的 都比不上這個 蘇利菌這麼的明顯 所以這是一個 我們跨時代的 一個這種做法 所以你說是不是藥 它歸類在農藥裡面管理 譬如說像我們這個 殉狀藥寶寶感菌 那麼它有這個 抗菌 這種的誘導逐入產生抗菌 譬如說道德病 譬如說防疫毀掉 我們有定期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歸類在農藥裡面去管理 這是這樣 這個蘇利菌的一個部分 它也是歸入到農藥裡面來管理 所以你說它是不是農藥 其實這個也是農藥 但是它不是一般的化學農藥 它相當的安全 那麼這大概是這樣的 這種做法 所以你先了解一下 至於這個榮林菌 這個榮林菌 它是就是說它雖然是微生物 但是它有肥料的一個 這個榮林菌 就是說阿菌菌 我沒有流浪肥 它可以去吃到肥 所以這個通常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說的 這個就是可以去了解到 那麼這個東西 就是因為所謂的這個肥料 肥料就是說 一個天然的這個成分 還是說這個人工合成的 還是說這個各種的這個東西 反正一個東西 它如果能夠提供植物生長 所需的這個營養元素 那麼能夠增加產量 這個頂頂 那麼這方面的 我們通常就去跟它說 這個肥料 所以肥料的定義是這樣 可以幫助做不成長的這個物質 那麼這都可以說是這個肥料 那麼有些農藥 你把它做下去 它也會幫助植物的這個 這個幫助做不成長的這個形狀 這種雖然一定記得農藥 但是這個上 它也是可以幫助植物生長 所以有的人也說這是一個 也算是肥料 但是像我們維生物 它有幫助做不成長的一個好個 所以我們就是叫做維生物肥料 那榮林菌呢 它是一個這個維生物肥料 我們在這方面已經非常的清楚 所以這種是榮林菌可以說是 叫做維生物肥料 那麼在這方面 我們政府有去幫他做很多這種東西 譬如說我們要訂一個法 一個法律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一個名詞 那麼一種就是說 他要有一個定義 那麼這東西就是說 它是維生物 首先它必須是維生物 那麼維生物 這個接種在這種的一個種子 用在這個材在這個土壤裡面 那麼它可以對作物的生產 或是說各方面可以幫助 做不成長的一個行動 那麼這都可以叫做維生物肥料 目前就是說 這個榮林菌生物 這在 並說用在材 用在這個經濟 用在途中 對做不成長的行動 有直接直接還是間接 這個作用 並說像這個 菌根菌 它就是間接 像是有這個固氮菌 那麼它是間接的作用 所以目前在齊平上 那麼就如來如去 當然我們說這個維生物肥料 也是講了 應該快20年了 這個也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這個有時候想一想 也是蠻可怕的 那麼維生物肥料 有幾個種的一個這個功能 譬如說像我們榮林菌 榮林菌也讓 這個政家途中營養完熟的 這個有效性 並說我們榮林菌 把它放進去 那麼這個 因為維在途中 裡面都是固定 這個大概 途中的途中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好的途中 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能夠吃到 但是多數我們在台灣 剛才 你落一百公斤的 這個磷肥 做不真的吃的 就差不多十公斤而已 所以一直一直落 一直落 做成途中的一個這個 這個 的死亭 我們說的 說起山雲 或是說肩皮 這種土壤板結的 這個現象 那麼利用這個榮林菌 它可以把這個 固定在途中 裡面的這個磷 可以釋放出來 那麼有這種光靈 在榮林菌以外 還有這個菌根菌 那麼 在早上 其實還有一個 我們拿來做試驗 它有一個是榮林 還要能夠孤單 這也是很特別 還有一種 就是它在這裡 可以榮林以外 可以增加抗病 所以這菌很多 這困很多 但是它就是說 有這個榮林的一個功靈 這個可以 如果人有夠 它就很容易 增加到菌的一個發展 那麼這個部分就很多 那麼我們在說的 這個榮林菌 其實是一個 功能性的一個 這個情侯 有可能是細菌 有可能放線菌 有可能是真菌 有榮林功能的一個 這個微生物菌 都叫榮林菌 這不是說一個東西 叫榮林菌 不是 一個這個統稱 我們說大學 大學呢 這有很多 很多種不同的大學 大概就是這個 這個大學 那麼這個維生物 肥料呢 這裏裡還有一個 就是說可以 增加作品 對著進步的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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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跟吸收 比如說像榮林菌 也有一種的 一個功靈 所以其實這個維生物菌呢 我們很多 尤其榮林菌 目前就是我們 我們用起來的 應該是說 在這個提供的 這個規定裡面 看得特別的 這個清楚 所以它是 它是這個維生物 但是呢 它有肥料的 這個功能 所以這種 它叫做 維生物肥料 跟一般的 化學肥料 這個有一點 不太一樣 我們把它 做一個 這個區分 那麼一般 就是說我們 說到這個 肥料的時候 那麼就會通常 按照它的成分 譬如說 它是這個 尤其這個 叫做有機肥 那如果是 一般化學的 這種叫做有機肥 這種就是 我們的化學肥料 現在呢 又加一個 因為是 維生物的 這個補分 叫做維生物肥料 我們的榮林菌 就是這個 維生物肥料 這讓你稍微知道一下 那麼 大體上呢 是這樣的一個 情況 好朋友要知道 這個世界 那麼 現在呢 大家還可以安居樂業 其實是 做不到的 這個 我們現在可以有這種 有肉湯吃 有這麼多 這個 穩定的 這個牛蜥 這純粹就是 這個肥料的作用 30%到50的 三龍的 這個政家 都得手 都來做 這個肥料的 這個 這個 使用 所以 呃 你說 我要做有機 其實好像也不是不行 好那麼 但是呢 呃 在 經濟的這個評估上來看起來呢 呃 他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呢 啊 這種的 這個 這個 生產上的 這個 這個 還是會受到一點影響 所以肥料 尤其化學肥料 啊 對我們現代的這個濃厭的 啊 很重要 啊 不然都是建議說 啊 這種東西不要過度去依賴 哦 不要說啊 像我們以前 哦 這個很好用 他把它吹下去吹下去吹下去 吹下去 現在肥都不好用 不以前那樣好用 不會啦 他也不以前那樣好用 現在你的策子 不是都怎麼刮那麼多刮 二字刮 這一天還有一個 公寺八刮 不然就嚇一下 啊 這個 我們拍手把他吐扑 當然他可能丹策子 前搭在算 所以呢 他的二八刮 啊 不是去膠的 去膠幾刮 他的 他的丹的 哦 放下肚 他就說幾刮 這個也是 啊 這個可以跟二二刮 跟二八刮 這對來 啊 這有的說二八刮碰 對啦 但是他碰到二八的時候 也不說很少啦 可能二三四都 二一二絕對有的 啊 古早時代 如果十八策子 就一個 啊 大豐收啊 對吧 啊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個肥料 農藥 啊 這種的一個 這個合理的 節節應用呢 啊 它是多麼的 這個重要啊 所以這在這裡 讓我們 聽眾朋友 我們稍微做一個 了解 就對我們 注意聽眾朋友的 這個問題 我們大概 我們跟這裡 稍微說一下 讓聽眾朋友 稍微做一個參考 哈 好 好 就是 啊 這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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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